在油棕圆圆主的讲解下 慈少对油棕树有了新的认识 传统打陀螺和闯关游戏 让这群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难得走出户外体验 我从小到大都没有这样的体验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么多干绷的东西 就是更亲密地接触到 我有机会玩这些以前人玩的东西 我觉得很光荣 很荣幸 很久已经没有接触大自然了 我觉得这次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去接近大自然体验一下大自然的美 其实大自然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 我们应该要更好保护它 慈少在马来村民的指导下 穿起围头下厨 学会制作传统的马来糕点 在一开始时 其实我真的想要放弃 只是在最后有一个很好心的嘎嘎 在我帮忙下 我最成功做出了第一个 在这个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国家下 我们应该多学习别人的文化 来补充自己的支持 这是最善良的 我 人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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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们一起学习 什么你不懂 我们可以学习 什么我们不懂 你可以学习 这种活动可以继续 最善良的 我们是一个马来西亚 我们必须一起学习 走出课堂增广建文 也促进不同族群文化交流 以更开阔心胸 换一个角度看世界 大家请问这是美之宫 马来西亚报道 后天教师节 高雄庄进国小区 你办了 你办了